老鼠傻虎 有一天,老虎刚吃了一只鹿,吃得太饱了,于是在山上散步,它爬上山在悬崖边咆哮几声,在山顶转了一圈后下山,在路上看见一只老鼠快速横过它的眼前,像过马路似的,从右岸,溜进左岸的杂草堆中,停停地走。 停走走,似乎在找东西吃的样子。 老虎看着只老鼠不但敢在它面前出现,而且行动很从容,完全不怕它的样子,心里很不高兴,觉得老鼠分明没把它放在眼里,于是大声把老鼠叫住,要它回来问话。 喂,老鼠!老鼠听见老虎叫它,回过头问,什么事? 老鼠!老鼠看着老鼠的体型,前面是小小的头,中间是小小的肚子,后面是细细的尾巴,像这种小动物,它一次可以吃下一百只,只可惜太难吃了,所以没兴趣。 老鼠露出嘲笑的表情对老鼠说,看你长得这么小,头小,身体小,尾巴又很细,你这样子也好意思出来见人。 不觉得丢脸吗?老鼠很不高兴,它知道老虎故意找它麻烦,便说,喂,肥老虎,你说我个子小是吗?老虎笑了笑说,怎么样,难道你很有分量吗? 老鼠很不服气,把头抬得高高的,骄傲地说,你说我小,可是人家还给我下跪呢?老虎听了哈哈大笑。 说,什么?人家给你下跪?谁给你下跪?你还真会吹牛?老鼠说,不信,你看吧。老鼠朝不远的田地里一指,说,我能让那些干活的人给我下跪?老虎说,好,你表演给我看,我倒要看看人家怎样给你下跪。 老鼠狠狠狠狠狠地瞪了老虎一眼,转身快速溜进田地里,在田里窜来窜去,一下子在这儿,一下子在那儿,一个农民发现田地里,有一只老鼠,因为老鼠会吃农作物。于是召集了几个人一起过来捉它。 老鼠动作一向很快,从这边,跑到那边,又从那边,跑回这边,农民们也跟着从这边,扑到那边,又从那边,扑回这边,大家又追又扑,又扑,又追,追的时候是站立的,扑的时候是跪着的,从远处看起来,真的很像像老鼠跪拜一样。 不一会儿,老鼠从田地里回来了,得意地对老虎说,怎么样,看见了吧?相信了吧?老虎很不以为然,说,这有什么困难的?老鼠说,不难的话,你试试。 老虎说到做到,大摇大摆地走进田地里,农民看见老虎来了,因为老虎会吃人,大家一起举起锄头,朝老虎打去,老虎跑到东,锄头打到东,老虎跑到西,锄头打到西。 一只老虎怎么对付得了那么多锄头呢? 所以老虎被打得轻一块红一块的,连眼睛都睁不开,好不容易从人群缝里逃出来,只剩半条命。 老鼠看见老虎满身是伤,一拐一拐,走回来,忍不住暗笑。 当老虎走近时,他一本正经地问老虎,怎么样,人家给你下跪了吗? 多少人给你下跪?比我多吗? 老虎听老鼠这样问,整张脸长得红通通的,一句话都没说,低着头走了。 老虎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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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虎。